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,它说物理量常常用图形来表示下列核子的正确。 来,我们来看一下假,如果汽车做等速度运动VT图的关系是这样吗? 不对,这个是等加速,因为等速度照理来讲应该怎么化,应该是这样化。 好,而并非它这样。 好,所以呢这个假就错了。 再来请看B,再来请看E,它说通过线性导体的电流端电压跟电流关系值,它的意思就是欧姆定律啊,V跟I层层比。 那V跟I层层比应该是写字线材对错,再来请看C,那压力跟深度关系,好,这个是国中的一个公式。 来,这个你必须要背一下,P等于H乘上D,对不对? 好,那如果今天它的密度是一样的,那是不是P跟H是乘正比? P跟H乘正比,那如果P跟H乘正比,所以这个C正确,好,再来请看到这个,这个钉。 如果是突透进层10项的时候,P跟Q的关系变化,这个东西呢,它是高三的一个叫做高四电率。 那高四电率叫P分之1加Q分之1,等于F分之1。 好,它的图形不会是这样,好,所以这个钉错。 那再来请看物,加热一杯水的时候,温度跟时间的关系。 好,呃,加热的时候你会用到什么东西? 你当然会用到MS delta T嘛。 好,那我们就来试试看,来,M乘上S,再乘上delta T。 那这个delta T它是从零开始的样子,它没有讲,那应该是这样,应该是delta T。 那这边当作这个温度坐标嘛。 那再来这边是时间,那时间跟谁有关? 时间跟热量有关。 因为它假设那个加热的功率是固定的,所以这个H就会跟T是乘正比的。 好,H跟时间乘正比。 好,H跟时间乘正比。 那这个MS是固定的。 所以呢,代表说温差跟时间乘正比。 所以照理来讲应该是一个斜直线才对。 好,所以这个错。 所以本理答案只有C是正确的。